全新的消防警備車 就擺在台中市消防局的第三大隊部 看起來格外喜氣 這是在大理經營電器機械的 魏大春捐給消防隊的 魏先生回饋社會的精神 讓當地里長相當感動 這組來關這個警備車 對我們台里地區的救測方面 也幫助很多 也是我們東五里自公 我們東五里出了這麼好的企業家 也對地區才有用心在講返 我們也希望冥村電器越做越好 對地區來講返更大 消防局表示 經營失業有成的魏大春 平時熱心公益 同時他也擔任消防隊顧問 之前就曾捐贈消防器材車 這次他特別捐贈百萬警備車 為消防隊增利器 另外消防局最近也將採購 上百套消防衣給義肖弟兄 讓打火弟兄在出勤時更有保障 今年度已經購買了304套的 義肖用的消防衣 那這一套要四萬塊錢 當然這個採購要到明年才能夠交貨 那明年以後我們還會持續在編列預算 繼續來爭取義肖的協請裝備 在捐贈議事上消防局長也回贈感謝狀 給魏大春感謝他的議舉 未來這台全新的警備車將可提升載送人員的安全 有助提高執勤效率 記者來秋風台中採訪報導